你还没完没了了,一点小事就要闹到派出所,人家民警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干了,这点家务事就不要再麻烦人家了好吧,你们赶紧跟我回家。 我不走,我没有你这样的婆婆,一点也不尊重我的人格,说话太粗鲁,一点教养都没有。 你听听,这叫一个儿媳妇说的话吗?一点也不尊重我这个长辈,我儿子娶了你,你就是我们家庭的一员了,之前你妈教惯你,但是我不能再纵容你,我正常管教你还不行吗? 你这不是管教,你是多管闲事,我和你儿子过自己的日子挺好的,你没事多管什么闲事,你家住海边吗,管得这么宽。 我买件衣服你也说三道四,简直不可理喻。 我是你婆婆,我对你和我儿子有管教的权利,我也不是反对你买衣服,爱美之心人皆有之,但是你也太过分了,就买了一件衬衫,竟然花了一千多,这是镶金边的吗? 我儿子一个月就挣三千多块,被你这样糟蹋,你觉得我能不生气吗? 太不会过日子了。 日子是我和你儿子过,跟你没关系,还用不到你指指点点,而且我没有嫁到你们家之前,我妈在物质上,一直没有亏待过我,他们的教育理念就是,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,对我好点是应该的。 毕竟人生这么短,自己有能力,何不好好享受?在我家是个宝,怎么到了你家就要苦自己啊?再说,这买衣服的钱也不是花的你儿子的,都是我自己上班工作自己挣的,你管不着。 你真是要气死我,我不是你婆婆我懒得管你,我告诉你,从下个月起你的工资卡必须上交,由我统一管理家里的开销,我必须让你知道这个家谁才是女主人,到底规矩该如何遵守。 女人没有大力婆婆的无理取闹,只能转身回家,一眼都不想看到她,而身为丈夫的智刚,知道事情的原委后,选择跟他妈站在同一战线,对女人多加斥责,女人一气之下回了娘家。 你怎么不打招呼就回来了,我也没给你准备晚饭,看你一直低着头拉着脸,怎么了?是不是女婿智刚欺负你了?大晚上的跑出来,她也没有和你一起来。 妈,我后悔结婚了,智刚虽然对我挺好,但是我没想到婆婆竟然一直压榨我,多管闲事,我的心态要崩了,智刚守着她妈连个屁都不敢放,我真是委屈死了。 看来不是小两口闹矛盾呀,全是因为你婆婆呀。 我说什么了,当初你和智刚交往时,我就不太同意,因为你们俩人各方面实在相差太大了。 首先是家庭方面,我和你爸都是高中老师,特别注重你的文化和人品方面的教育。 你小时候我们就一直教导,要尊老爱幼,与人为善。 在我们的以身作则下,你一直都很优秀,不但学业有成,工作顺心。 为人处事方面更是人人称赞,但是你却找了一个没文化素养的家庭,一个个都是大老粗,你觉得你会顺心吗? 我当时年纪小呀,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,一时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而且智刚他幼年丧父,由妈妈一人拉扯长大。 因为没有依靠,母子二人吃了很多苦,后来凭借自己的能力,自学参加了成任高考,修完大专又升本科。 我真的很佩服她的自立能力,却疏忽了她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情况,我想着以后也是我们小两口自己过日子,跟她妈妈没关系,谁知道会今天这样呀。 你两个性格相反,你那脸文静,智刚性格外放,一张巧嘴更是能说会道。 我其实不看好她,但是不得不说她对你确实不错。 言语上温柔体贴,行动上也照顾周到,每次回家都会偷偷给你一些惊喜。 看到你们小两口这么恩爱,我也就没过得纠结,而且你铁了心要价,我也不便阻拦呀。 你说说吧,到底发生什么大的事情了,把你气得这样。 我和志刚结婚后,日子过得本来挺舒服,但是没过多久,婆婆就搬着行李住了过来。 她说自己在老家成为了孤寡老人,村里人都笑话她没人管的老太太,为了让我们陪她一起过日子,就不管不顾地赖到了我们家。 这个我可以理解呀,作为一个没有老伴的农村老太太,自己在农村生活确实挺孤单的。 再加上农村人喜欢流言蜚语,时间久了会心情抑郁的,跟你们住一段时间在情理之内。 我开始也是很理解婆婆的处境的,我也同意了她过来住一段时间,但是她的压迫感太强,管得太宽,都快把我整抑郁了。 每天定点六点就叫我起床锻炼身体,还让我给她做早餐,我不想惹事就从了。 但是后来越来越过分,三个人吃饭要做两个人的量,说是剩下浪费粮食,宁可饿着点也不能撑着。 我上厕所规定时间,用水规定用量,晚上超过八点半就要关灯,买菜尽量要剩得便宜,春夏秋冬只允许买两件新衣服,不准有额外的开支,真是把省吃减用发挥到了极致,控制家里所有的开销,我都要疯了。 你婆婆这不是多管闲事,这是想要在家里立威严呀,想要给你一个下马威,但是你又不能和她正面冲突,因为她会一直和你硬杠,吃亏的肯定是你,咱还需要想想其他的解决方法。 是啊,她就是针对我,心里太变态了,前两天因为我花钱买了一件衬衣,我两个还闹到了派出所,我真是受够了,行为见过这样较真的婆婆,现在还要让我上交工资,控制我的钱财,一步步越界,真是太过分了,而且智刚还跟她妈一个战线,一起说我不懂事,你说我能不委屈吗? 女儿,你给我说了这些,我心里也难受。自己宝贝的女儿嫁过去伺候人还被甩脸色,我这当妈的听了又心疼又憋屈。 但是静下心来想想,你嫁过去自然也是人家的一份子,家人之间发生点不愉快也是正常的。 自古婆媳是冤家,你现在本身心里就不舒服,这时候我再指责亲家母,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吗? 所以,我劝你,一家人以何为重,更何况对方是长辈,忍忍就过去了。不行你就在智刚的身上下手,拿下你老公的心,让他什么事情都听你的,让儿子去制约自己的母亲,还是很好办的,所以你要先想办法制服你的老公。 他就是个妈宝男,根本不听我的话,大事小事对他妈为命适从,没结婚我还能拿捏他,现在我都是他的人了,我也无从下手呀。 你听我的,你这次回去后,先买一套化妆品送给你婆婆,俩人先握手言和,这样你老公觉得很有面子,对你放下戒备之心,后期再慢慢地控制你老公的财物。 更重要的是,你们两个赶紧生个孩子,让老太太转移注意力,抓住他们家的命脉,到时候你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了,你就能说了算了,一个小的家庭就是后宫连环祭呀。 费心思用脑子。 女人听了母亲的教诲后回了家,感觉自己的婚姻需要去经营,方法总比困难多,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婚姻,自己选择的路要坚持走下去,可是没过多久又发生了意外事件。 女儿,你这是怎么了?怎么伤得这样严重,我接到你的电话就赶紧来医院了,你跟我说实话,是不是这刚欺负你了? 是他们娘两个欺负我了,上次我在你那里回来后,我处处让着婆婆,能忍则忍,对她百依百顺,但是他们却对我变本加厉,婆婆前几天因为下楼没注意,一脚踩空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来。 去医院检查,说是软组织损伤,骨头没事,需要卧床静养就行,我说白天都需要上班,我早上晚上给她做饭吃,中午时间太短,我就给她交外卖,这样上班和伺候婆婆都不耽误,可是婆婆不但不感激我,还一直找我查。 你婆婆生病,照顾的重任肯定会落在了你身上,你是不是说不好听的话刺激她了?老人这个时候受伤心理很脆弱,你要多安慰,把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干了。 你在咱家时,我和你爸也会让你做一些家务,但你是独生女,从小也是教养长大的,你不会的要多学习。 我学习了,还是看着视频学的了,可是做饭这事也需要天赋,奈何我这方面就是不开窍,做了饭确实不敢恭维。 自从结婚后,都是至刚做饭,或者出去买着吃,但是看着婆婆躺在床上,我虽然做饭不好吃,也得硬着头皮上。 我每次做的菜都熟了,虽然颜色不好看,有时候会炒糊了,可我尽力了,但是婆婆脸色明显不好看,接二连三地挑刺,不只说我做饭伺候人不行,还嫌弃我家收拾得不干净,闲看电视浪费店,反正就是看我各方各面都不顺眼。 那你跟你老公说了吗?这些事应该他去协调,去安排,全指着你伺候他妈,怎么能忙得过来? 又是跟他说了之后,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,我找至刚诉苦,他不但不体谅我,还说我没孝心,容不了他妈,为此我们俩人没少吵架。 我说一遍上班挣钱,一遍伺候婆婆太累了,不行白天,可以先找个护工,可是至刚直接让我跟公司请半个月的假,直到照顾他妈彻底恢复后,再去上班。 我直接拒绝了至刚的无理要求,没想到他竟然跟我动了手,之后就把我弄成这样子了。 离婚,必须离婚,这个人渣,没想到他竟然这样畜生,什么事都不管,还回来指责你埋怨你,最后竟然跟你动手,我必须让他付出惨痛的代价。 妈,你先冷静一下,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让你上门给我仗仗致气,去吓唬吓唬他,离婚先不要考虑了,因为我今天入院检查的时候,竟意外发现已经怀孕,我相信至刚不是故意的,也是一时冲动,教训他一下就算了。 看来天意难为啊,如果离婚肯定不能要孩子,那样也断不干净,要打掉孩子,我们也于心不忍,思前想后,我去家里给你讨要个公道,决定最后给至刚一次机会。 当然,如果他还有下一次,我们铁定让你和他离婚,咱不能这样受气。 女孩庆幸的是皮外伤,没有造成大的伤害,母亲一气之下带着侄子找上了亲家的门,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。 亲家母,你不是崴到脚了吗?这么快就好了,你看看你养的这个畜生儿子,竟然为了几句话就把我女儿打了,你们家是不是好日子过够了?有这样欺负人的吗? 妈,你不要这样说,我不是故意的,昨天也是因为我在公司遇到点烦心事,又因为我妈身体不舒服,所以激火攻心,就控制不住地吵了起来。 最后我一生气推了一把你女儿,我真的没有动手打她,你一定要相信我。 你胡说,你没动手,我女儿身上怎么轻一块子一块的,难道是她自己精神分裂自残吗?从小到大,我们都不舍得,对女儿吼一声。 你竟然敢动手,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。 妈,我真的知道错了,以后不愧她动你女儿一根汗毛,我真心不是故意的,因为我从小节俭惯了,所以才弄得大反应。 你也知道,我从小就失去父亲,靠我妈一人支撑起整个家,孤儿寡母受的苦肯定不少,即便现在有钱,但刻在骨子里的观念还没有转变。 所以我妈看到你女儿平时的不好习惯,感觉就是浪费,一点也不节俭,而且我看到炒了一锅锅的烂菜也心疼,毕竟都是用辛苦钱购买的,所以我冲动了,以后我会改的,请你们原谅我。 你的认错态度很端正,我也不知道真假,但是家暴这事只有零次和无数次。 你有了这毛病以后很难改,所以我不想和你纠缠了,我们已经在医院做了验伤报告,给你两个选择,要么马上和我女儿离婚,要么我就报警把你办了。 妈,我错了,我那回只是吓唬一下你女儿,我没想真动手。 我不想离婚,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,以后我啥事都听你女儿的,你让我干啥就干啥,你可不能干这种糊涂事。 希望你说的是实话,这次是最后一次,如果你还敢对我女儿动手,我就直接报警,对你好不客气,而且让你公司的人都知道,你做的这见不得人的丑事,让你身败名裂。 我再给你说你一句,你马上就要当爸爸了,我女儿怀孕了,你今后一定要好好对待她。 妈妈,你说的是真的吗?我太畜生了,我不是人,不知道媳妇怀孕了,我以后保证说话柔声细语,家务也共同分担,而且我今天就让我妈离开我们家,以后不再插手我们小两口的事情,我一定会好好过日子的,你放心吧。 女婿说完这句话,直接跪下了,表示了自己改过自新的决心。 经过这次的事件,我也明白,一味退让,有时并不能患得对方的体谅,反而会让她得寸进尺,认为你好欺负。 我们娘家人,要做女儿身后强大后盾,给她最大的安全感,为她遮风避雨。